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超过五个师群 火枪手联盟上位及巅峰 上位之初就改变了马赛马拉北部周边的势力平衡 然而十年来 他们一直都不被周边势力所改变 所以火枪手联盟 可以称得上是这么多年来 在马赛马拉北部最强大的势力存在 也是纪诺池联盟之后最强势的联盟了 关于火枪手联盟的快乐童年 我这里就不做解说了 大家可以去看看纪录片《大猫日记》 他们的父亲是纪录片中的主角 奥吉姆伯雄狮联盟该联盟是由三头巨大的雄狮组成 他们分别是萨拉 奇拉和朱尼尔 而火枪手四兄弟在纪录片中 是以调皮捣蛋 萌萌可爱的狮子幼崽的身份出镜 因此我这里就从他们成年后开始说起 2011年初 火枪手的出生狮群 遭遇了强大的诺池联盟的入侵 他们的父亲奥吉姆伯雄狮战败下台 刚刚成年的他们 被他们的妈妈带着逃离了狮群 流浪之初他们是五兄弟的 流浪生涯是对雄狮成长的考验 是成为狮子王的必经之路 然而艰难的流浪生活 让他们失去了一名兄弟 八面右眼角上的伤 也是在这个时间被打伤的 这伤口不致命 反而成就了他 让他成为最具标志性的雄狮 顽强的四兄弟 躲过了诺池联盟的追杀 开始变得越来越强壮 生存经验也越来越丰富 他们不甘于此 自信开始爆棚 天高任鸟飞 草原任我行 不拼一拼 怎知行不行 就在2011年底 四头火枪手流浪到了马沙师群的地盘 轻而易举地 打败了年迈多病的克劳德 和步入老年的罗密欧雄狮 罗密欧雄狮逃掉 重伤的克劳德被包围了 当人们都认为克劳德这次必死无疑了 意外的是 这四头年轻的火枪手 并没有对老雄狮痛下杀手 而且还允许克劳德分享了食物 但是马沙师群里的一波又在 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他们全部成为了这次王朝更替的牺牲品 这时狮子这个物种在进化过程中形成杀幼现象 在狮子的世界里是非常普遍正常的 温馨甜蜜的表象下面都隐藏着肮脏 残酷无情的收割与杀戮 火枪手联盟 顺利地拿下马沙师群以后 四兄弟并没有停止扩张的脚步 他们展开了疯狂的入侵行动 紧接着 他们继续拿下脱笔狮群马沙师群小分队 不久后 他们又从四公里联盟的手里 抢了天堂师群 马克欧罗师群 以及现在的瑞克罗师群的主队与分队 他们甚至还染指了 欧罗罗罗师群 Hitchwell师群 正当他们感觉天下第一 唯我独尊的时候 他们遇到了这辈子最强大的敌人 诺池联盟 虽然这时候的诺池联盟在走下坡路 但是诺池联盟的实力真的太强了 他们已经是雄师联盟实力的天花板 即使再变弱 也还是火枪手愉悦不了的天然屏障 扩张受挫的火枪手联盟 终于意识到自己的实力 无法与诺池联盟抗衡 他们最终 退回师群 开始休养生息 而诺池联盟由于实力也在下降 也默认了火枪手的存在 各大师群和联盟间进入了平衡状态 都回归了和平相处 火枪手征战半生 打下了大片领地 占领了众多师群 突然发现自己长大的成年儿子 寥寥无几 不得不说 这是一大遗憾 在进入联盟统治的后半期 火枪手开始从前期的进攻态势 逐渐地转变为防守态势 并逐渐地放弃了一些领地和师群 四兄弟也开始进入了疯狂造娃模式 兄弟间的紧张态势也即将变得白热化 雄狮联盟在应对敌人和竞争对手的时候 是非常团结的 他们会用尖牙利爪移至应敌 但在内部争抢联盟主导地位 以及在对母师的拥有权方面 是争得你死我活 不被打趴绝不退让的 莫拉尼是联盟的大哥 他年长点 体型也高大 他是西科和猎人心腹的联盟主导 然而八面船长却不服 凭啥不服 凭强壮大哥和不服输得很近 确实 八面和莫拉尼他们俩的体型不相上下 莫拉尼肩高有优势 但八面的体型更厚实 当然他的性格也是一方面 他天生就是不服从 不妥协放荡最不激的叛逆者 但让人意外的是 他对狮子幼崽都非常有耐心 对母狮更是温柔体贴了 我怀疑在联盟兄弟中 他的后代应该是最多的 他让母狮感觉到他更有亲和力 他很少跟其他的三个兄弟一起去巡逻 大部分时间都是以养病为借口 助手狮群 照顾幼崽和嫂子 所以在没有对外征战的日子里 八面船长是孤僻的 是不合群的 在十七年的时候 八面雄狮突然还消失过几个月 大家都以为他已经挂掉的时候 突然又奇迹般地出现在大家的面前 只是自那时起 他的状态开始变得颓废 在二零一八年开始 他的后腿方面就开始出现了萎缩 四兄弟中 八面的身体最先暴露问题 让谁也没有想到的是 联盟中最先离开的是猎人 他的体型对比其他成员相对较小 但是他的模样最凶 打架也最狠 他跟希科的地位不相上下 也都是大哥莫拉尼最忠实的跟班 猎人失踪一年后 接着是希科的离去 在后来就是在这个月的八面船长 他们几兄弟在进入老年时期的时候 多次施战受伤 都得到过保护区的及时干预救助 这是他们统治时间长 寿命长的一大因素 当然 关键还是他们自身实力的原因 毕竟他们的对手 也是一样得到过干预救助的 这种人为的干预救助 是东非动物保护区 跟南非动物保护区 最不相同管理模式 南非那边宣称 尊重动物的自然发展 不是人为导致 绝不干预动物的自然发展 至于那种模式更好 干预或者不干预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见解 那么你们认为呢 火枪手雄狮联盟的崛起 到他们王朝的建立 紧接着王朝的辉煌发展 到最后 王朝的坍塌 后来者的取而代之 熊狮王这一生 潮起潮落 狮声几何 真让人唏嘘 感叹 各位看官 你们又是怎么看的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看法 这期视频就到这 我们下期再见